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七喜 相信上一期3000分以下的SP神奇荒的斗技攻略 帮助了不少小伙伴上了3000分 那在这里祝贺大家成功上岸 那很多小伙伴会问 那上了3000分之后呢,我就不会打了 那用什么阵容啊 大家不要慌 今天呢,七喜就教大家一套SP荒的斗技阵容 这套阵容呢,相对来说辨证比较少 但是它的胜率非常非常高 同时这个视频也会教大家 如何以反手的一个体系来打我们的那个虚左之难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三连加个关注哦 那么咱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切入正题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套体系是怎么样的呢 相信很多小伙伴其实多多少少都已经接触过了 那我们知道体系呢,主要是班第十天的 那我们怎么翻牌呢 前三手基本上是固定的 第一手上的是千姬 二手上的SP荒 三手上的一个不知火 四手其实基本上也是固定的 上的是浪穿 那这套体系呢,其实就是冲浪嘛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那我们最后手该怎么翻牌呢 其实像现在3000分以上呢 大部分的阵容啊,要么就是SP荒,要么就是虚左之难 已经很少有以前的那些阵容了 那在打内战的时候呢 那我们该怎么翻牌呢 这里推荐两个不位 一个是SP红叶,一个是叶刀神 那七喜在这里测了很多很多把 我个人呢,一开始是用的红叶,但是后面转战了叶刀神 因为我觉得叶刀神的干扰能力更强 那我们这边是怎么带御魂呢 我先给小伙伴们展示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御魂啊 首先是千姬 我给它带的是招财速公公 然后防御两件套 速度越快越好 我这边速度给它堆到了269 其次的话是神奇荒 那这个荒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带公公豹的 纯豹伤的那个伤魂鸟 是最好的 也不用考虑带防御两件套 现在这样子带是最好的一个配置 然后是不知火 不知火的话我给它配的是一个木魅 升升升,然后防御两件套 这里大家配御魂的时候呢 注意防御要调到1000以上 对,我这边给它调的是1000以上的一个防御 然后速度的话尽量是超新 这边的浪穿的话我给它堆到的是一个210的速度 爆伤稍微低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如果小伙伴做不出来这么高速的话 也可以适当的就是调低一下速度 然后堆一下爆伤都没关系 面板怎么好看怎么来 SP红叶的话我这边给它带的是一套 增,剑升红叶啊 这边的速度是超新 然后是速攻升的 不然升升攻的一个增 然后防御两件套 这套那个红叶呢 其实就是打内战用的 然后最关键的是夜刀神 夜刀神的话在这套体系的话 我推荐带的是招财或者是木魅 那这边招财的话我给它堆到的速度是加145 然后也是带了防御两件套 然后是速升升的一个配置 怎么肉怎么来 这套实测之后呢 今天晚上胜率非常高啊 打内战的时候用夜刀神 因为它的干扰能力非常非常强 后面的话我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套体系的一个打法 那我们再说一下其他的一些班位啊 那这套体系的话可能会碰到班牵 那班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翻牌呢 我们首先得看一下班牵大致玩的一些体系是什么样 我这边看了比较多把的班牵的话 其实最多的还是须左之男的体系 那像打须左之男的话 它一般来说就是速控 或者是上好几个炎魔啊 之类的等等的一些体系 那遇到这个体系我们都不用太特别担心啊 我们怎么翻牌呢 首先第一手可以考虑上SP荒 然后第二手上一个鬼吞 三手上SP炎魔 四手上高速的一个日女蓝 最后手上一个仪系弓 那仪系弓呢也是参考了一些其他大佬开发的一个套路 发现实战之后呢 确实确实非常好用啊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配置怎么样的吧 首先荒呢还是跟刚刚一样 也是公公报的一个伤魂鸟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其次的话是鬼吞 我这边给它做的是个火灵 然后是速防升 对 也是个健身的鬼吞 然后速度越快越好 这边的摩托呢 我给它堆的是一个招财的加155的 四号位带命中的套装 那这里的话推荐小伙伴们 如果能堆越快的招财越好 然后是我们的日女蓝 日女蓝的话也是尽量保持高速 然后是速公升好像是 对没记错啊是速公升 然后速度越快越好 也是一个健身蓝 最后一个是仪系弓 仪系弓预魂怎么带呢 我这边给它带的是一个替魂 然后速度是190以上 然后堆生命 有条件的小伙伴呢 四号位可以考虑换成抵抗 也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有些小伙伴会遇到摩托 或者是研磨 会直接去压我们的仪系弓 其实仪系弓呢 比较担心的就是怕 那个研磨压它 如果它变形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它的被动就失效了 那如果对面搬摩托呢 其实大部分也是 虚左之男的体系 那我们这边的话 只用把摩托换成我们的千基就可以了 千基的预魂跟刚刚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高速招财 如果对面搬离的话 我们该怎么翻牌呢 对面搬离的话 我们前三手也是 SP荒加千基加鬼吞 四手上SP研磨 然后补位可以上哪些呢 补位可以考虑上一个棒筋的研磨 然后或者是说上一个魅妖的比安花 或者是说一个替魂的预传筋 或者是棒筋的预传筋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三个补位式神的预魂啊 我这边的研磨给它带的是一个棒筋 其实速度是加153 然后四号位是没有命中的 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尾巴了 然后是比安花 比安花的话我给它堆的是一个宿命生的魅妖 这个命中其实也不算特别高 才堆到168 最后个是预传筋 预传筋的话 我这边给它堆的是一个生生爆伤的棒筋 其实这里的话可以考虑上一个生抗生的 那个替魂或者是棒筋都没有问题 如果对面是挖土的话 其实现在挖土的阵容是比较少见的 真的 但是以防万一嘛 是吧 那如果遇到挖土的话 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前三手还是不变 四五手可以考虑上一木连 或者是不见月 对四五手可以这么上 那还有种方法是什么呢 如果对面没有搬雪女的话 可以考虑上雪女加若内雀 这样子也可以打一些挖土的阵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木连和 那个不见月的玉魂 一木连的话 这边给她带的是个生生爆伤的棒筋 然后全家最好的一个棒筋给到她了 不见月的话是一个超新的防防防替魂 然后防御两件套 这边的话是雪女给她带的是那个轻女房 然后速攻爆 然后防御两件套 轻力确的话 这边选择性比较多 可以带日女 也可以带木媚等等都可以 我这边给她带的是日女 然后速度是220以上 然后是个速防防的 然后再加防御两件套的套装 其实用到的式神 基本上就这么多 我觉得这套体系相对来说 现在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 而且胜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那大家看完翻牌和一个运魂配置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实战是怎么样的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把对局 我们这边是赵丽 是搬地 对面搬的是虚左 其实搬虚左的话 大部分的也是跟我们打的是内战 用的是SP晃坐地阵容 那像我们这边前三手的翻牌呢 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 第一手可以考虑翻牵击或者是荒 然后反正前三手是荒牵加梨 四手的话我们这边就上浪穿 五手的话就上我们刚刚推荐的红叶 或者是叶刀神都没有问题 对面最后手上的是摩托 但也不用太担心 其实我们这个阵容的韧性还是非常强的 即使对面上了一些控制的式神的话 其实打到后期 这个阵容的容测率还是非常高的 他这边的话一般会压我的叶刀神或者是千击 但像这种对局的话 他压叶刀神会比较多 因为叶刀神确实是干扰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式神 然后像SP荒他的技能什么时候放呢 很多小伙伴其实私信都有在问我 那我这边再强调一下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荒呢 他尽量是叠到六层新爆之后再放大招去砸 那个时候他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还有个情况是 因为我们这边荒给他带了是一个伤魂鸟的预魂 也可以前期叠伤魂鸟的buff 然后叠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再看我们的新爆层数 再考虑放大招 还有个情况是 我们一定得等对面的浪川死了之后 再考虑放SP荒大招 否则的话 我觉得损失还挺大的 对面这边已经叠了五层 看他放了一个大招 其实像这种情况其实是蛮亏的 因为我们这边浪川也没有死 那这样把我们浪川砸死的话 只会帮我们回血 像这种对局的话 我觉得优先是把对面的摩托给处理掉 来保障我们这边夜道神之后的一个干扰 他这边继续选择压我们的夜道神 但不用慌 因为我们的夜道神够肉也够能战场 像这种内战的对局呢 我们的浪川尽量层数跌高一点 对面的浪川是跌了两层 我们这边只跌了一层 其实如果是打到后续的话 有点小亏 但问题不是特别大 这边的摩托被我们打死了 然后这边的话 阴阳师带谁呢 我这边推荐带的是秦明啊 因为秦明他的 他的神龙真的是 给这个对局增加了非常非常多的不稳定性 他的神龙白尾有时候真的会救命的 救场的 然后他的技能的话我这边推荐带的是生和负 不用带盾 就是负的话有时候你就看对面 因为负的话会限制住他的一个放技能的一个行动 他只能普攻 那普攻的话是有利于我们这边SP荒的一个输出的 他现在非常难受了 他中了我们这边夜老神的一个技能 他选择放了大招 但问题也不大 我们这边的荒其实不用带防御两件套啊 带纯束束的就完全足够了 因为他本身就够肉 其实像这种时候他已经快撑不住了 其实像这种内战的话 往往就是看谁的不知火先进了第二形态 同时也看我们的浪川最后谁跌的层数高 往往最后的对局残局的画面就是 不知火加浪川两个人互相冲 那谁的够肉谁的伤害够高的话谁就赢 其实这把胜算已经非常大了 我们也不用再慢慢花时间去看他们互相冲浪了 我们直接看下一把对局 下一把对局的话主要是展示一下 我是如何去打虚左之男的体系的 首先对面班的是千基 大概率也是虚左之男的一个速攻队 对那遇到这种搬迁的体系的话 就按照我刚刚说的 前三手上鬼吞加荒再加摩托车 有小伙伴会问这样子不会缺火吗 其实不会 对因为对面 首先他没有上荒 我们这边就算普攻也不用太担心 那我们这边四五手的话就上我们的日女篮再加一个一系攻 他这种对局的话基本上会上两个眼膜或者是上三个眼膜 我们这边选择带一下神乐 增加一下我们队伍的机动性 他这边的摩托大概率会压我们这边的鬼吞 然后也会控我这边的摩托 我们这边有个操作的细节啊 就是我们这边的降弓要给到虚左之男 这样子的话他的伤害会大打折扣 然后这边再加上我们一系攻的替魂和被动的话 会让对方非常难受的 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技能每次打的话都会增加我们这边的小山峰的一个行动条 还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这边考虑给自己上一个盾增强一下我们的生存能力 其实我们这个SP荒的体系呢是非常适合打阴翻的体系的 他其实是非常缺鬼火的 他后面后续用的技能都是用阴翻的怨力 只要他用了怨力的话都会触发到我们这边SP荒的一个星报的 他这个是好火大户 哪怕对面有一幕连的盾其实也撑不了几个会合 现在他开始转移攻击目标了 开始打我的鬼吞了 我这边鬼吞直接可以开技能 这边选择先把对面的摩托杀了 因为太烦人了 我们这边选择推一下条 其实他这种对局他有点空不过来 他首先他得牵制住我这边摩托的行动力 同时也要牵制住我这边小山峰的行动力 其实他还还理应还要再控制我这边一戏攻的那个行动呢 他有点管不过来 我这边把他摩托给推下去了 我们这边荒已经叠了六层星报了 马上要荒的行动 这样子的话直接放个大招可以把他们对面全收掉了 好了这样其实就可以拿下胜利 其实打空虚左的话 还是稍微注意一下操作 然后细行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只要翻牌没有太大的一个失误的话 基本上都能打得过 好了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阵容或者是一些预魂啊 分排思路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是私信我都没有问题 我看到基本上都会回复的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大大的帮助的话 或者说你看了这期视频成功上岸的话 记得回来三连加个关注 感谢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